根据研究国内的注意力不足 过动症盛行率高达8% 但却只有2%接受治疗 医师表示过动症如果没有经过适切的辅导治疗 可能带来学习挫折 人际互动与行为规范障碍 因此新北市率先全国 首推全市国小二年级学童筛检及免费诊断评估 希望能够协助家长正确认识过动症 让孩子能快乐成长 小朋友蹦蹦跳跳玩得很开心 但您是否担心过自己家的小孩 时常停不下来就像个过动额 为了让家长正确认识过动症 新北市率先全国推动筛检计划 针对全市国小二年级孩童 进行全面筛检及免费诊断评估 用筛检量表透过学校的体系发给家长 让家长在家里看看说 您的小朋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 如果说有这样的倾向的话 我们有辖区有12个医疗院所 做我们的特约医疗院所 对于比较复杂的个案 我们也可以转接到台大去做后续的诊断跟治疗 所谓过动症全名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又简称为ADHD 由于因为过动症状 使得这类的孩子通常会被贴上不乖 狠皮不好相处的标签 而同为过动症的体育署副署长彭台霖 特地出席了记者会 他表示自己是到了成年才知道自己有过动症状 没有一个长官给我处得好 可是我觉得我蛮忠直尽手 他说我是找麻烦 这种人有点偏执 多数是偏执 刚刚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叫 我推荐这本书 看了家有过动的那本书 他讲成人指导 他对有兴趣的就投入很高 而且是我考虑 我就这样的人 所以后来所长都说 这能做事 可是不好驾驭 医师表示一般的小朋友 年纪过小 无法明确判断是否有过动症状 通常要到四到五岁 上学之后 比较能够评估孩子的状况 会等到他上学之后 因为跟着大家跟着同学一起学习规范 那如果说同学都可以学得还不错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遵守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担心说 他是不是控制自己的行为有困难 那这个时候来做判断会比较容易一点 而国内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 盛行率高达8% 但却只有2%接受治疗 如果没有经过辅导治疗 未来可能会衍生学习挫折 人际互动与行为规范障碍 而小学一到三年级是黄金治疗期 卫生局表示除了全面筛检 如果需要进一步评估鉴定 第一次的括号费及健保部分负担 全优是否买单 另外5月份起将陆续办理多场讲座 希望能够协助家长正确面对过动症 帮助孩子快乐成长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